康熙晚年 康熙的身心受到很大的打击 加上康熙此时年事已高 所以确定太子的人选 已经成为康熙朝后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 但令人费解的是 康熙却迟迟不立太子 那么康熙究竟出于什么目的不立太子 在他的心目中 谁又是合适的太子人选呢 中国政法大学林前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雍正十三年上部第五集 墨定储君 到了康熙五十六年的时候 大清帝国 实际上整个的行政完全停摆了 运行不了了 为什么呢 康熙皇帝的身体 已经糟糕的非常厉害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举国都瞩目什么呢 康熙的身体不行 一年的行政不运转 那希望呢 能够立太子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信号 那康熙也是可以说 在君臣之间的关系当中 最亲密的 就是李光帝 他下几招 让李光帝速速回宫 回京城 而且呢 跟自己的贴身太监 经常问 安息大学是到哪里去了 现在到了哪里啊 急迫的心情 所以李光帝到了京城之后 跟康熙有一段密谈 这个在好多的笔记当中呢 都有记载 但是究竟怎么谈 具体的事情不清楚 那到后来的时候 紧接着几天 每天随时在康熙身边 这个大学是 这个人鼎鼎有名 叫王善 专门上了一个折子 密折了 请康熙皇帝赶快下决断 要离太子吧 这个事情绝不能再拖下去了 那康熙把 这个大学是王善的这个密折呢 没有批纸 留终了 留终就是放在我皇帝身边 我也不批 我也不交给哪个衙门办 也不给你退回去 这就叫留终 但是过了几天 有一些御史 有八个人 联名 带头的是什么呢 这个人叫陈嘉尤 有八个人开始上书 给康熙皇帝讲 那必须来为皇帝分担你的忧 分担你的劳 我看到这个折子当中 最典型的两句话 分担 为皇帝担忧 为皇帝分劳 你这个战经节律 这个大清帝国 你一个人现在 有点担不起啊 赶快立太子 那这个时候 我们看 康熙皇帝很气愤 前面这个王善 跟他讲 还有大学士 李光帝跟他讲 他都没有发火 而且跟李光帝呢 本身就要做这件事情 那这次为什么 陈嘉尤带头的 他就发火 把这个 还有把前面 王善的这个折子 密折 一并交给义政处 义政大臣 你们去 所以这些人呢 我们说 王善这个人啊 为人特别的正派 七十多岁了 所以得罪了很多人 那这个时候呢 也是想落井下石啊 好多人有 恩恩怨怨呢 所以给他 逆旨非常的严厉 不是革旨的 一般的这样的处分 那这样的时候 王善呢 有一天上朝的时候 就不敢往朝中 不敢往这个 朝廷里头走啊 往这个前秦宫里头 不敢走 所以这时候 康熙一看 这大学士当中 怎么缺了一位王善呢 他就问 王善何在 大学士李光帝说 王善戴罪宫门已 在宫门那边戴罪 等着皇帝发落呢 这个康熙皇帝说 王善没有错 让他进来 这样的时候 王善 扑府啊 往这前边 跪到这个 康熙皇帝的前边 一个就是叩头 谢主隆恩 不治我的罪 等散了朝的 大学士们都走了 康熙皇帝把 王善留下来 独自密谈 史书当中也有记载 谈的什么事情呢 不清楚 但是非常机密 也是围绕立太子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看在 这样的情况之下 立太子这个事情 已经提到了 大清帝国的最高的层面 到了康熙的面前 已经形成一种态势 因为康熙的身体 越来越糟糕 不立太子 耽误国家的这些运转 有了急迫性 到了康熙57年2月份的时候 康熙就亲自指定 大学士 还有九卿 你们要讨论 这时候呢 他就召集 这个大臣 还有大学士 就跟他们讲 那大学士呢 来到他这里 开始的时候跟康熙呢 这次召见的是 在畅春园这个地方召见的 畅春园的寝宫 开始的时候呢 别人问 聊了一聊 康熙皇帝的身体 有的劝呢 说康熙皇帝 你这时候呢 可以到汤泉这个地方 做一做汤 做汤呢 就是属于我们讲的 这个洗浴 做那个桑纳浴这类东西 那康熙说呢 现在不行 一做汤呢 就出汗 还有的人建议呢 皇帝这时候应该 吃点那些 补气的人参之类的 康熙皇帝说不宜 我们不要讲别的了 你们来呢 肯定是为了太子的事情 来的 然后 这康熙皇帝就讲了 一段话 那这个在史书当中呢 也有记载 一等所奏 有礼 有何不是之处 但不当奏请分礼而 天下之事 岂可分礼乎 这是在康熙起居住当中的记载 他很明确地表达 什么意见呢 包括八位御史 还有王善 他们奏请立太子 这个事情呢 是没有错误的 但是他们错在什么地方呢 不应该让太子 来分享我的权利 他只能辅佐 但是不能分享权利 所以他说 天下之事 岂可分礼乎 天下这样的国家 重大的事情 怎么能分别处理 他处理一摊 我才处理一摊 这不行 康熙呢 又着急着马汉大臣 那这次呢 主要是在前清宫召见 他召见大臣之后呢 就跟他们讲 总结一下 立太子两立两废 出现了什么问题 问题在哪里 最核心的问题 康熙讲了 当时定太子的一世 一住 所有典章制度 穿的衣服啊 行用的东西 跟朕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他说这是属于 所额图导致的 后来废太子呢 他的权利太大 所以他说 所有的问题 都出在这个地方 他说所额图 不是本朝第一罪人 那我们现在呢 要重新定立太子的遗住 就是太子的 他穿的衣服 还有他的礼仪啊 大臣当中怎么拜见呢 这些礼仪不能跟皇帝一样啊 那怎么行呢 所以他说 你们好好查一查 这些明朝的会典 还有汉唐宋明 一直都给我查查 看看怎么太子 到底他这遗住是怎么做的 那这样的时候 大臣们呢 回去就查 过了一些天 康熙皇帝 又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 那他后来 讲了这么一段话 十年以来 朕讲所行之事 所存之心 据书写封故 仍未告军 立处大事 朕启旺 这个李医生呢 跟前边的记载呢 有不同 最大的不同 那我们看 主要是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朕 十年来 这个十年来 主要是讲废太子以后 他的思考 因为废太子 我们知道 是康熙四十七年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呢 现在发生在 康熙五十七年 正好是十年 也就是说 废太子之后 康熙呢 他有很多的思考 那他讲 这十年当中 我怎么思考的 那他这一封呢 实际是一个长的 长的语指 康熙皇帝说 自己一生的事情 他基本上都写到这里 写了十年 仍没有写完 什么没有写完呢 最主要的就是属于 关于太子这块的事情 没有写完 也就是说 最重要的 康熙皇帝 还是在考虑什么呢 太子的人选 没有最后确定 但是太子是肯定要立的 所以他反反复复地强调 立处大势 正起望 这件事情 正一丝一刻 都没有望 但是人 还没有想好 那过了 大约一周的时间 那这样时候呢 大学士 九卿 按照康熙的指示 把太子的遗住 也就是太子的规格 服饰 用品 大臣当中拜见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礼仪 规格 全部确定下来的 那整体上是呢 吸取了上次 所图所定的 康熙 第一次立太子 就是允仁那次 他的规格太高 跟皇帝积分相等 这次呢 都是做了减法 降低了这个规格 太子的规格降低了 所以康熙呢 觉得非常满意 当时呢 批纸的时候 批了四个字 此奏甚妥 康熙处理那些 请求立太子的大臣 就是因为那些大臣们 想赶快立一个太子 帮助康熙分担压力 康熙担心会被分权 当然不满 另外皇子一旦被立为太子 享受的礼仪规格之高 几乎和皇帝相当 康熙也不满 所以康熙不允许分权 也降低了太子的遗注 这些他不满的问题 都解决了 那么康熙还担心什么问题 从而没有明确太子人选呢 康熙皇帝还有一个问题 他提心吊胆 这也可以说是无解之解 就没解了 是一个好多如环无端 这个扣扣上去了 什么问题呢 康熙又有另外的担心 所以康熙当时的时候呢 明正言顺地跟大学生们讲 哦 你们这次又想要立太子了 大学生们说 我们是按照皇帝的圣旨啊 我们把遗注也做好了 太子的职份 也就是说他的权限 也已经弄清楚了 那是希望皇帝签断呢 就是您一个人赶快 立刻皇帝做决断呢 那就应该 是谁应该揭晓了 谁是您心目当中的储君呢 那这个事情应该水落石出了 但是康熙说 你们大学是办事情 怎么不考虑清楚啊 怎么不计后果啊 立太子这件事情 岂能是儿戏一般 康熙给出了两个理由 那第一个理由 康熙的嫡母刚刚去世 还不满百天 大家都穿着重校 皇太后的灵鹫 还没有安放到地宫里头去 大家还没有提法 大伤之时 怎么能办这种立太子的事情啊 不知轻重吗 是不是 这是一个理由 给大学生们挡回去了 第二个理由 康熙讲了 朕的身体 过去这一年呢 磕磕绊绊 确实很不好 但是现在呢 最近呢 经过调理 又变得很好了 康熙的原话是说呢 朕的身体无忧 没有什么忧虑了 那我们说立太子的这个迫切性没有了 但是我们会想 前面经过几次大臣的奏请 到康熙亲自指示立太子的遗住 太子的权限 一切好像水到渠成 就要揭晓皇太子的人选的时候 康熙为什么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截止到这个地方 不再往下走下去呢 表面当中是康熙皇帝讲的这两个理由 这个理由是表面的理由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个理由呢 可能是过了百天之后呢 那还要不要立太子啊 太子人选是不是要揭晓啊 那还有康熙的身体 那这当然是一个硬当当的一个理由 但实际上康熙最大的一个隐忧是什么呢 这就是解决了父子之间 皇储之间的矛盾 准太子跟皇帝之间的矛盾 但是还没有解决一个大矛盾 什么矛盾 他在二废太子之后 他讲过一段话 这段话呢 是具有深意 这是康熙迟迟不定 为什么晚年不立太子 这是他最大的忧虑 他说太子幼年的时候呢 相安无事 但是太子长大了 他左右的这些人 就会拥立他 就会出现问题 他说朕还不一样的 有在什么呢 众阿哥 众位阿哥都已长成 都变成成年人了 而且各自呢都吩咐立门 下面呢有很大的一拨人 他说这些人 每天在他们的身边 而且这些众位阿哥呢 学问才识 谁也不服谁 谁也不落后谁 好像在竞争一样 晒跑一样 这就是说 你康熙即便指定一位 阿哥做太子 但是未必其他阿哥 来服这个人做太子 那这样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呢 好多的阿哥还要争 认为这个 你康熙指定的太子呢 不服 那所以这个就无解 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时候呢 康熙 我们讲的 他还讲过一段 最重要的一段话 这就是他说过 振万年以后 一定要为你们 则一位兼顾可托之人 做尔等之主 还说了一句话 必令尔等 清心悦福 那这两句话 我们知道要分析 前一句话主要是讲呢 我指定这个皇太子 肯定要担得起 大清的江山 要让天下的臣民 寄予厚望 这是讲这一段 后面讲 让你们清心悦福 是什么呢 他的功劳 他必须得有突出的 他人当中 无可企及的 这个大的政绩 大功劳 足以来 威服你们 你们就要服他 要不然是 就像康熙 我们刚刚讲过的 众为阿哥 学识才问 不厚于人 各不相让啊 那互相争起来 这不行啊 那这个问题 康熙就有自己的 最深的一个思考 所以他就 有一段 他讲 我们已经犯了一次错误 将来再误 可以吗 就说 如果再立了一位太子 但是诸位阿哥不服 内部还是进行纷争 这个问题 那还是没法解决啊 所以这是康熙皇帝 最大的担心 那他思路再怎么转换呢 我们说康熙最大的转换 就这个时候 他有想名利太子 他转了 我不能公布太子的人选了 一旦公布太子的人选 这个太子成为众食之地 很多的诸位阿哥可能不服 有文的有武的 有在这个方面强 有在那个方面强 谁也不足以服谁 那天下不还得乱吗 这个萧强之户 还不得起来吗 所以他就想 要默定储君 我要暗中立这个太子 所以这时候 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非常紧密的一件事情 前面康熙还说 我已经考虑了十年 但是没有最后呢 确定这个太子的人选 所以他说 仁为告军 这件事还没有完 但这时候我们说 康熙已经有了思考了 就说过去公开 现在不公开 所以这个时候 正好恰逢 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我们讲西北战乱出来了 边疆不稳定了 这个战乱呢 我们讲多长时间呢 西北的边疆的问题出来 有三年之前了 所以那时候康熙也征求过 身边的好多意见 包括三阿哥和四阿哥 我们知道三阿哥是云指 四阿哥是云真 就是雍亲王 争取他们的意见 康熙一度还问 说我过去曾经到过宁夏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到青海 那青海的人这一听 哦 沿途要修路 以为皇帝要御驾亲征 所以当时传得沸沸扬扬 我们看的都小报当中 都有这种消息 但康熙我们知道 这时候身体 这个不足以能够亲征 那康熙这个时候 他的最大的一个思路转换 就是什么 名利太子不可 解决了皇储之间的矛盾 解决不了太子 跟诸位阿哥之间的这个关系 所以要转为墨定 所以他派了一个什么呢 大将军 所以这一讲派大将军 我个人愈悦欲试啊 黄三子 黄四子 在跟康熙皇帝表态的时候 说应该讨伐 实际上也有想要毛遂自荐啊 我们也要上战场啊 当大将军啊 那还有一个人 我们前面也讲过 就是废太子 已经被关紧闭的这个废太子 是吧 允仁 甚至写这个用什么呢 用那个反水 来写这个秘书 求这个普齐 我们过去过去讲过 希望他来向康熙举荐 他做大将军 康熙不立太子 诸位皇子争处 但在康熙的心目中 实际上早已默定了 储君人选 虽然他没有明说 但当西北战乱 边疆不稳的时候 康熙要从诸位皇子中 选出一人 担任平乱的大将军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这个大将军 可能就是太子人选的信号 那么康熙是什么时候 任命大将军的呢 康熙确定的大将军人选 又是谁呢 康熙什么时候任命大将军的呢 在清康熙的实录 那我们知道康熙的实录呢 是雍正皇帝给编的 他记载康熙任命皇十四子 允提 做大将军王的时间是 康熙57年的10月 但是在私人的笔记 这个私人的笔记记载的 好多的东西一合对 他比这个官方的这个实录 还要准确 他记载的时间呢 不一样 三月中旬 命皇十四子 被子珍 受亡 抚远大将军王征 那这个私人 不是一般的人 那我们知道 这个是八个允四的儿子 洪旺写的 黄青通智纲要 他在这里写的特别的准确 这时候康熙呢 是在三月的中旬任命 十四子 真允真 做大将军王的 那我们说实录当中 为什么他要改到十月份 实际上雍正 他有这个 有一个技巧 就是要割断 派大将军王出征 跟前面时间沸沸扬扬 可以说举朝都是关注的 立太子 那些遗住 所有的程序都已经做好了 然后就派大将军王 他要把这个割裂开来 用时间的距离 把他拉长 你那不是三月派的大将军吗 那这康熙已经 正好在这个时间 已经太子遗住都做完了 人选没公布啊 但是他我给你改到十月 那十月就隔了大半年呢 那好像跟这个事情 没有任何关系一样啊 但是隐四他的儿子 洪旺在这个 他的书当中 记载得非常清楚 是三月中旬 我看这个史书当中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 给我们一个迷 一个疑惑 就是在这个时候 康熙启迹驱驻驻首尾连贯 康熙的启迹驻驻啊 自从设立启迹驻驻管之后 包括废太子期间啊 都没有废 但这个时候废了 而且理由非常牵强 这个我的推断极有可能 因为我们知道 启迹驻驻驻呢 是属于最接近真实的 最接近按事件发生的当天 或者时间点最近的 这个记载 但是石鹿它不染 它是后朝在修的 后朝修 那可以怎么修 但是你这个启迹驻驻 你改不胜改啊 所以可能是在这个方面 把启迹驻驻管撤了 那就没有启迹驻驻 康熙的石鹿成为 唯一一个官方的东西 你找不到其他的佐证了 但是好在 就是八个隐私 他的儿子有记载 所以这里讲了三月份 所以在当时呢 派这个出征大将军王 在很多的人的心目当中 他就是康熙心目当中的太子 所以雍正继位之后呢 他也多少透露这些内容 但是他讲的是什么理由呢 这个在《大义绝迷路》当中呢 有明确的记载 那我们来看 黄考之允提在京毫无用处 况秉性于汉 素不安静 实借此趋远之一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允提他不安分 他在京中当中没有用处 把他给你安置到非常远的地方 流放这个意思 那我们知道 这肯定是不符合历史 跟历史毫无相干 素不安静 是借此趋远之意 我把它发配到边疆的 有点这样的一个意思 要不然他在京城闹事情啊 我们说这个 这是雍正继位之后 七八年的事情 可以说歪曲了历史 跟历史完全不相吻合 实际的理由 那我们说 康熙选定了十四阿哥 做他心目当中的接班人 派他做大将军王 那我们看允提呢 为什么康熙把目光 转到允提这个地方 他有四大优势 那我们看第一优势 他是父皇亲自带大的 在康熙的皇子当中呢 有的小的时候 他肯定要跟康熙住在一起 住在宫中啊 但是大了 特别是自己分府了 就是封了王啊 或封了贝子啊 结了婚呢 那你要出去 要自己的府邸 到那个地方去了 但是唯一的特例是谁呢 就是十四阿哥 那十四阿哥 他的原来的名字 那我们在清朝的这个御蝶啊 就皇家的年谱 皇帝的年谱啊 这个里头记载很清楚 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印针 但是后来雍正继位之后呢 他要避讳嘛 改成了提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 后边所有的档案当中 就记载是允提 所以第一点呢 我们看他的最大的优势 他在宫中待大 这是别人所不能比的东西 那后面我们也看到 他派这个十四阿哥出征 那十四阿哥出征之前 他每一年的时候呢 在内务府的档案当中 都会 我会看到 连续看到几年 他请求跟皇帝来上奏 他今年我还在皇帝的宫中 跟皇帝在一起呢 在皇帝的身边 我是不是应该 明年应该怎么样呢 皇帝每次都批纸 到时候再奏 所以等允提出征的时候 做大将军王 离开京城的时候 康熙皇帝还是这样 他还是跟康熙在一起 所以后来两个人的 给康熙的这个密咒当中 他就讲 陈自幼在宫中长大 我临行之前 皇父嘱咐我 要做好汉 要做好男儿 这是两个人 写的这个信当中 写得很清楚 也就是说自由长大 那还有呢 我们看后来呢 包括允提他的两个儿子 办的婚事 也都康熙办的 其中第二个儿子 办婚事的时候呢 跟其他几位 阿哥的孩子 同时办 大体上都在这个前前后后 所以当时共计有三个皇孙 对康熙来说三个皇孙 前前后后要办婚事 那这个 就来奏请 所有的费用都应该 由他们的父亲来承担 康熙说不行啊 很不高兴 他说 允提他的儿子啊 允提现在出征在外 他的儿子 所有办婚事的这些费用 物品 都由宫中来备办 不应该让允提 让大将军王来承办 他来承担 所以这些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康熙跟允提 这个关系呢 是非同一般 我们中国人也老讲 只子末如妇 那只子末如妇 康熙对这些皇子 可以说也经常在一起 但是时间最长 可以说每天形影不离 直到这次出征 做大将军 以前都跟康熙形影不离 就是十四阿哥 康熙选定了十四阿哥允提 做了大将军王 允提于是领兵出征 去平定西北的战乱 这在当时 也被很多人认为 允提就是康熙末定的 出军人选 康熙让允提出征平乱 就是为了 让他多一些历练 康熙把目光转向允提 除了允提是康熙 从小带大的 这一优势之外 他还有哪些优势 能引起父皇的关注呢 那我们看允提的 第二个优势是什么呢 豁达大度 品行端正 康熙他这个人的性格呢 也可以说 虽然说不是外露的性格 但是这个人很直爽 所以他也喜欢这些呢 比较直性格的这个皇子 允提呢 特别的明显 那我们以前也讲过 他一直在康熙身边长大 尽管他跟四子 黄四子 是亲兄弟 同父同母 一个母亲生的 但是他对他这位哥哥呢 就是对庸亲王呢 可以说 关系非常的疏远 他平时跟谁的关系 最铁呢 八阿哥 还有九阿哥 十阿哥 他每天呢 跟这几个阿哥呢 是在一起 关系可以说最好 那我们知道 康熙呢 还有呢 后来呢 要大家公推太子 所以后来推了 我们讲过了 推的是八阿哥 做太子 康熙呢 后来呢 就把食言 说大家推的都不算数 而且指责八阿哥 觊觎皇储 批得非常严厉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这个十四阿哥呢 带头 到了康熙呢 那个面前讲 臣可以保 八阿哥没有此心 就是他不觊觎皇储 这个位置 那康熙呢 异常气愤 所以要拿起刀子 要这个刺这个允提 被这个皇五子啊 这个给抱住了 有这么一件事情 冲怒了康熙皇帝 但是实际上呢 在废太子之后 重新扶立太子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 把一个人 皇长子允提 把他废了 把他的王爷废了 而且康熙这次 做得非常干净 把大阿哥的所有的财产 他的家口全部分了 就是你彻底 对皇储绝望 圈禁起来 分的给谁给的最多呢 就给十四子 给十四阿哥 给允提给的最多 一半 大多数都给了允提了 所以在康熙的心目当中 所以他对十四阿哥呢 确实他的豁达大度 直率这种性格呢 他实际上欣赏这种性格 那第三点呢 我们看他的优势是什么呢 他符合 处位的最高标准 我们说康熙皇帝 经常会讲一句话 立太子必以朕之心为心 那也就是说 你绝对要忠诚于皇帝 忠诚于大清的帝国 所谓以朕之心为心 就是说绝对的忠诚无二 绝不能搞背后这些小动作 我们看允提 在这些方面 确实是没有任何 椰子藏子的事情 从没有在后面做事情 包括后来年耕瑶 主动向他 跟他接近 给他几次送礼 他都一五一十 把每一件送的什么什么礼物 我当时跟年耕瑶怎么回的话 跟皇父报告的一清二楚 所以说 真正不搞小动作的 在诸位阿哥当中 确实十四子 他不搞小动作 确实做到了以政治心为心 那最关键的时候 能够站出来 那最典型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举朝 几乎所有的大臣 都反对出兵的时候 康熙皇帝年纪这么大了 他怎么能够御驾亲征啊 做不到了 但是有一个人坚决 站在他的一边 允提 那我们说允提 做大金王金王 是康熙任命的 但是后来的西北战场当中 他请英继续往前走 这不是康熙指示他的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看得见 允提确实是忠诚皇帝 我们说在清朝的 所有的历史当中 皇子啊 以一个皇子之身啊 这种金贵之躯啊 在非常险恶的条件之下 五年之久啊 这个历史当中 没有这么一个人啊 这也是他最大的一个优势 符合康熙的一个选处位的 一个最高标准 那我们看允提的第四个优势 年龄最合适 我们说年龄最合适 也是康熙皇帝考虑的 最重要的一个 康熙跟他的母亲呢 讨论过几次年龄的问题 人过呢 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呢 血气一衰 他经讲的这个事情 那也就是说四十岁左右的人 基本上康熙呢 排除之外了 那允提呢 可以说正好 他是成上其下 他在前面呢 有几位阿哥 后面呢 还有几位小弟 这时候出征的时候 正好三十岁左右 那我们说允提 受到举朝的瞩目 派了大将军 封了王 这件事情呢 在实录当中没有记载 但是我们前面 举的这些 像这个黄八子 他的儿子的记载当中 讲了封了王 做王 大将军 他是这个样子的 那所以他出征的规格呢 异常的高 康熙亲自说 既然任命允提为大将军王 他应该用什么呢 用正皇旗的祈祷 正皇旗我们是 是天子的旗啊 用正皇祈祷 而且在太和殿举行 隆重的仪式 所有的 这个皇子 还有按照他的规格 出征的所有的人 要穿戎服 戎服就是属于 穿军装了 不出征的 这些呢 还有王 还有大臣呢 要做满服 满服是最重要的 这个节日才能 才能穿的这种服装 等出征那一天 康熙皇帝 只是专门在太和殿 举行 最重要的 寿印大殿 大将军印 从太和殿 由大臣当中给了他 康熙 在上面 允提要卸助隆恩 按照天子出征的仪式 走出去的 所以我们看 康熙 他末定的储君 就是十四阿哥允提 那允提最后 给康熙的奏折是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时期 已经很晚了 是康熙六十一年的九月 允提什么呢 他说明年皇父七十大寿 我请求参加 皇父的七十大寿 预计而成 在今年的年底 就会赶到京城 为父皇祝寿 但是历史的时间 就定格在这一刻 允提能够等到 康熙的御址吗 能够立为皇储吗 请看下集 谢谢大家